禁區 德古拉的焦點上面 所以他的旁邊都總會有幾個 兩個防守以上 還沒有盾 掌握到籃板 克羅瑪 壓進來之後的上籃 裁判的哨音還響 是 沒錯 那這也是布拉自己要去注意 因為他的身高這麼高 他不應該把球放到下面來 他還是持續守著二三的防守 在第二節有非常好的一個成效 不過克羅瑪的一個進攻 克羅瑪 加速壓進來 兩步上籃出球有了 克羅瑪 球中距離我命中 萬塊攻的一個機會 對 李安生衝得很拚 那這一次中距離的跳投 都是本場比賽第十一次的助攻 對 沒錯 而且很關鍵的是 今天剛剛